总和这一题 刚刚大概讲那个程式的设计说明部分 主要当然就是把A跟JQK这几个把它转成数字 所以理论上它这个是有固定的输入 它这边就是5张牌的总和 所以这题目已经告诉我 固定一定是输入5次 所以固定输入5次的话 假如说我们今天先不考虑是不是一个串列的写法的话 首先当然我们根据题目要求 所以以后的话你可以从题目里面找到一些线索 然后你就可以把他需要的题目给先写 所以基本上的话5张 5张的话我们可以想到一定是个回圈 而且回圈的话一定是固定范围 所以就是for i 5次的话 in range 那当然5次的话你可以0到4 你也可以1到5啦 如果1到5我们前面写的比较多 如果你假设比较能够理解的话 那1到6就可以了 123456就停下来 ok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什么 0到5 或者最简单的话你就写个5就可以了 因为0如果用0的话 那可以 可以省略 ok 看各位啦 反正习惯写法 一般当然你如果避免写错 比较好记就1到6 6停下来 好那就跑5次 接下来的话呢 做什么 其实哦 让他输入 所以意思是说 让他在回圈里面输入 所以 s 等于input 那我们用input的意思是说 他输入s的话 指的就是我们先不要转型 为什么不要转型呢 因为他有可能输入 这个 非数字的部分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非数字 如果 s里面的值 假如 几种情况呢 四种情况嘛 第一种是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j的话 那我就把 s里面的值改成n好了 n里面的值就是11 那第2种情况就是q 跟k跟a嘛 所以其实我前面讲过啦 你可以把 上面这两行复制 然后直接什么 在下面贴上 因为第2个逻辑 前面加el 然后如果是q的话 这边是q q的话呢 那就是12 OK 所以这边把n改成12 然后一样的方式 再来后面一样 把这个 把它复制 然后贴一下 贴这个是 这个就13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13 那就是改k 如果等于k的话 那如果是a的话就e OK 也就按照题目的叙述嘛 你就把它改成题目要的样子 好那再来的话 因为没有 反之 如果它不是 上面这四个else 那表示呢 它实际上 else的话就是 它 其实n里面就是放什么 放s嘛 可是这个s里面的词 必须转型 所以用evo好了 把 因为输入 我前面 强调啦 input的一定是个文字 放这里 然后我们只是把它转型 OK 好 那逻辑都已经ok之后的话 我只需要 把它 因为我输入五次嘛 需要把它做一个 加总起来 那怎么样把它加总 特别注意 如果要累加的话呢 前面有讲过啦 就是在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也许 记得喔 因为家里我们要print 所以请你把它写在最上面 Total好了 等于0 那Total 这个预设值 Total就加总了 Total本身 把它累加n好了 累加前面还记得吧 Total等于 Total自己本身 加n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有点像是那个 计算机一样 把它累加加 加上n 意思就是 把n的值 第一个输入的 放进 Total 然后再换下一个 再换下一个 也就是说呢 Total里面放的 就是最后的加总结果 好 Enter 把它print出来 最后的话 其实 题目要的 其实只是把 total加总结果 把它print出来 那就是 我们要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意思就是说 它输入五次嘛 所以就输入 这五个 5 加10 加13 因为是k 所以k变13 再3 再a a的话 就输入a 那就变成1 然后呢 到这边就把它累加 本来 这个 Total里面的 值是0 OK 0 等于0 第一次的话 加上5 0加5 就变成Total 变5 所以Total里面就放5 那再来10 5加上10 这边就变15了 一之类推啦 那再来就是 15加13 然后变28 所以Total 一直在累加 所以这个就是累加 OK 然后最后把 Total的结果呢 把它print出来 好 那我们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写完 当然这个考试我发现 他虽然说 这个语法错误 这个后面我少加了什么 少加冒号 OK Total 做什么 这个后面都少了一个冒号 所以这个语法 记得不要打错 OK 好 然后 其他 执行一下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输入 5Enter 10Enter 然后 KEnter 3Enter AEnter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得到32 那表示 这个 应该没有错了 好 所以第一步 我们就完成了 那可是你会想说 老师那这个 这一题 他在第6类里面 理论上应该 是不是说 应该要用什么 所谓的串列 因为我刚刚有特别 提到 有关 第6 目录里面 其实第6类 应该是考串列 不过 实际上考试 好像写这样子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 参考的答案 好像就是写这样子 他也并没有说 写成串列 但是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 假设希望 把它用串列的方式来做的话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只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 可以 把 输入的资料 放在串列之后 其实累加这个地方 就其实可以不用累加了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前面讲过嘛 就是说 在python里面有个内建的 这个函数 叫sum 其实跟excel一样 那sum刮符里面就放那个 我们那个串列 那基本上呢 也 就不用累加了 所以这一题 当然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602这部分 主要是一个回圈 配合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一个input 累加 输出 OK 那假如说我希望把 这一个地方 改 成 用串列 来表示 这里的话 就变成你要复习一下 第一个 如何建立一个空的串列 第二个 把它每次输入的资料 放到串列里面 第三个呢 把它 做加总的时候就不用累加了 就直接用一个sum 就可以把结果累加出来了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 该如何做修改 OK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也想想看 串列怎么 怎么改 OK 顺便把串列好好学好 因为 串列我刚刚讲过 其实未来很多地方 都会用到串列 因为你有大量资料 通通都会放串列里面的机会是蛮高的 好了 画面先 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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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